今天打开新闻呢 到处都是这个法官 是吧 你无论是电视还是这个电脑 电视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电视认罪 是吧 然后这个 中文的平台上呢 两帮人在混在 许多人 步调一致的在那说 是吧 王法官搞的是坚守之道 那么稍微长一点老子的 就在不断的辩解 有史以来啊 没见过这种法官 应该是苏主傻了 自己把这个档案 偷回家两年 然后看大家不闻不问的 然后又录视频 是吧 这个上传的视频 最终呢 还到央视去认罪 所以我看一水的大嘴 都在谈那个事 我觉得咱就不趁着热度了 是吧 犯不上 法官在央视认罪的时候 同案犯在非洲 忙着推销查验 无转基因的 无公害的查田 沉腰 有时之事加谋 对吧 人家自己都不关心 我们关心算哪门的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知道一点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 政府不需要蒙骗大众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信不信 他反正就这样说了 在他的调查中 这个事就是坚守自盗 你说咋怎么办 对不对 他现在有电视认罪了 那么文字版音频版都有了 对不对 对他来说 他就可以依法治国了 你信不信 那根本跟他没关系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没必要为这些东西争吵 这种事 其实在全国范围内 每天都在发生 无非是这件事 因为陕西的问题 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峰 是吧 到了风口上 大家多看了他一眼 其实在中国 类似的事件 不止他一件 有什么必要 为他去争吵呢 对不对 中共会怎么样去做 从他被抓起来那天 绝大多数人就能想到 他会上电视了 是吧 以后电视 专门可以搞一个专栏嘛 是吧 我认罪 对不对 凡是新闻热点人物 政府需要的时候 都会让他排队上一张视 除非你名气不够大 对吧 名气不够大的地方电视台 是不是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 大湾区吧 公布出来已经好几天了 我看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这个 邓小平 主导改革的时候 就是 赵紫阳他们把他称为 改革的总设计师的时候 他跑到深圳 是吧 画了一道圈 最后深圳火了 那么江泽民上台以后呢 在他的老巢 浦东 画了一个圈 也告 也半成了 那算是 作为胡锦涛来说 是吧 有样学样 那么在滨海新区 画了一个圈 最后我们知道崴了 对吧 很多人问 滨海新区的未来 在哪里 当地的官员 都会很尴尬的告诉你 未来 还没有来 是吧 然后我们看到 几个小的动作 是吧 重庆 薄熙来主政期间 曾经搞过一个 重庆经验 他甚至为了 推广他的经验 他还搞了一个 新闻联播的 这个重庆联播 是吧 他试图 加大力度推广 是吧 为了这个 推广他的重庆经验 他不仅仅 搞了一个 唱红歌 是吧 唱红打黑 然后现在 把他称为叫黑打 是吧 唱红打黑 完了以后呢 这个 他还跟 广东当时的书记 是吧 也曾经组政过 重庆的这个汪洋 隔空有一个骂战 是吧 切蛋糕 分蛋糕 还是把蛋糕做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随着 王绿军事件 王绿军这个 一夜奔 美领馆 是吧 很多人 当时 当时我们看到的新闻 叫休假式治疗 是吧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 博书记也休假式治疗了 现在他搬到重庆 搬到这个秦城去了 重庆经验 自然就所谓的人亡正习了 那么习胖上台以后呢 2013年 上海这个团伙 他们推行了一个 陈良宇当时设计的 叫上海自贸区 完了以后呢 中央批复了 2013年 18到2035年 是吧 他有一个长达十几年的一个规划 甚至远景规划 把他妈的老家都划进去 现在我们看到 雄安新区几乎是一个笑话 除了他姐夫 在消息公布之前 在那盖了很多楼以外 别的好像就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去年呢 下半年又开始有一个传闻 说是海澜要全境开放 取落了很多 海澜搞得像国宗之国 或者像法外之地一样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计划 从推出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得到全世界 主要国家的响应 所以他自然就属于那种 胎死腹中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 大湾区 凌空而出 大湾区 你要从地图上看一下呢 几乎就是历史上的广州府 对吧 以前没有深圳 是吧 没有香港澳门这种特区 当时也是 明清时期 其实都有外国人在那停留了 但是不像现在 现在把殖民地收回来了 搞成两个特区 据说是五十年不变 当然了 现在没到五十年 它已经变了 你也没辙 很多人呢 有一个猜测 都是单方面的 这个猜测 猜测呢 未来香港和澳门 与这个内地 像广州深圳 中山赵庆 是吧 珠海这一类 它是 珠江三角洲的九个市 都划进去 那么划进去以后呢 觉得 利用两个特区 搞这个隐秘战线 是吧 建立一个 对外的通道 极有可能要 利用它来盗窃各国的一些科技信息啊 说白了一句话 做一个桥头堡 就原来只是一个香港 是吧 现在是香港扩大化了 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们知道 最近公布的信息 其实很多 很杂 甚至有 广州的一些 政策调研室的一些报告 也被公开了 其实早就公开了 公开了半年 只是没有人相信它 那么利用 现有的 这种港澳的窗口 来快速的获取 整个世界的科技信息 利用全世界与中国 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峙 利用这个窗口期 对吧 尽可能的 打造一个 用于对外联络的 这么一个平台 长期的持有它 这是广州方面 一个单方面的想法 那么作为香港市民 澳门我们知道 他们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但是香港闹了几年了 尤其是单层镇 每天150个单层镇 完了以后呢 香港人觉得 你就像换血一样 不断地往香港渗透 那么香港现在 有很多反应 其实是 市民已经感觉到压力 他们感觉到的 其实不是政治上的 是吧 政治上的风向 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只要能挣到钱 广东人其实很现实 那么 法律上问题也不是很大 虽然一直在叫喊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香港所有的法律 还是英文的解读版本 它没有普通话版本的 因为它比较精确 没有什么弹性 所以我们知道 香港的法治呢 其实虽然在衰败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 坍塌的那么一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公共资源受到了伤害 你比如说现在 珠三角九个市 你就没有这个大湾区 它其实已经出现了 这么一个问题 香港的医疗资源 被广东 占领了 那么有一些急症重症 都送到香港来治疗 香港的公共教育资源 公共医疗资源 所有原先搞得很好的东西 现在几乎都是一团糟了 医生没时间吃饭 小个便都得小跑 香港的公立医院 甚至在走廊上 也安排了病床 观察室扩大化 人太多 所以香港市民 已经受到了影响 所以这就是说 除了中央政府 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外 其实港澳地区 已经受到了几年的骚扰 大湾区呢 事实上早就形成了 现在只不过是把它 作为一个提法拿出来 其实这个提法 有一个两面性 他跟我们前段时间 看到那个梵蒂冈 与中国即将达成协议 是一样的 梵蒂冈作为天主教 教廷进入中国 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姿态 其实他进入中国以后 对中国的教民 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不管怎么说 中国政府 县政府承认了梵蒂冈 那么教会就有义务 保护教民 大湾区我们现在看到的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湾区不仅仅是中共 与国际社会 接触的一个窗口 它未来极有可能 还有一个走向 就是它真的会成为 一块实验田 中共与西方达成的任何一个勾兑 任何一个 他们所认为可以长期改变的 这么一些政策 可以放在这个实验田里面 那么我们将看到 所谓的大湾区 它极有可能变成一块法外之地 变成一块所谓的窗口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商口岸 类似于歌战一样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至少我们不能完全排斥它 它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中共不敢让内地完全开放 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 可以完全开放的地方 就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台海一样 对中共来说 他们宁愿只要地不要人 他们不要两千三百多万 有民主意识的这些公民 他要的是顺民 那么国际社会如果压力大了以后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他们完全有可能选择 把大湾区做成一块试验田 把外来的思想 可以让它扩容到那儿 全部给你集中 完了以后呢 对内地的政局 不会有太大的干涉 他们既能完成 中国面向社会 面向世界主流 开始融入世界的潮流 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又对内地的政局 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就是把深圳特区 所谓的边防阵 换一个地盘 让你扩大一下 搞成一个更大的特区吗 其实我们从两个方向上 都应该考虑到 不要仅仅认为 大湾区只是伤害了 香港澳门的利益 其实它极有可能 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地盘 完全推向国际社会 中国极有可能出现一个 与社会接轨 与国际社会接轨的 这么一个大特区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